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蜿子 走进兼出发户现在的湖南环化通道 然后今天鸭头带我们来捡这个茶子油 然后用回去炸油的 鸭头你们家种这个茶子种了多少亩 种了三四亩 那每年能捡多少个茶子 多少斤 捡一千斤左右吧 如果量好的话也可以捡到一千多斤 在你们这边卖多少钱一斤 还是炸出来油多少钱一斤 如果卖这个纸的话就是七块钱一斤吧 然后卖那个如果炸成油 还是根据那市场价去年是五十块 今年还不知道呢还没开炸 我们那边这个是直接再回去等它自己裂开之后再去捡出来 这是捡那个茶油果是吗 对 我们就等它成熟了然后自己掉下来再捡 我们只是捡野生的自己种的话没有人种 嗯 那你种这么多 地上这么多要捡多久啊 一般要捡半个月左右吧 而且每天都上来捡 从早到晚就这样蹲着捡 有时候脚都麻了 它等它自己掉在地上 对啊 这样果实才饱满 然后炸出来的油量才高满 像捡豆子一样的 对啊 像捡豆子一样的 像捡豆子一样的 对啊 像我们小时候就跟我弟啊 跟我妈他们去参参捡这个茶子 然后捡回去拿去卖点钱 特别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放完学去去捡 我们也是一样啊 小时候最怕放学了 一放学就要来捡茶子 捡的手都麻的 又不能跟小朋友去玩 但是那时候觉得来这个茶油地嘛 也觉得挺开心的 也挺兴奋的 因为可以吃那个花蜜 那个茶花呀 是的 这个小时候没有零食吃 家里条件又不好 这个坡上面最难捡了 因为不好尊 找个地方做的 哦 这里面也好多 而且这个树叶和那个茶子长得特别像 对啊 很难变成去了 有时候捡一天下来眼睛都花了 不早了 带环子回家吃饭了 走喽 走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